今天的第一位求职应聘者出场 上学的时候我就刷个碗 摆个地摊 做过销售型客服 从事过宾馆行业 然后自己创过业 一直就是没有进过一个团队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 我想从机场开始做 我想开始从头去 一个公司它可以给你个工作 也可以给你个事业 如果你要是说你这个人生 就是奔着这个事业去的 它就是你的事业 蔡淳三十岁 天津人 中专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平面设计专业 大家好 我叫蔡淳 今年三十岁 来自河北省秦皇岛 毕业于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学的是平面设计 今天来非你魔书 想找一份策划与销售相关的工作 谢谢 你好 蔡淳 你好 欢迎欢迎 你是天津人是吧 天津人 为什么会在秦皇岛读书呢 因为家里面的一些变故 然后就去了秦皇岛生活了 中学毕业之后做了什么工作 中学毕业之后的话 我做过超市旅客员 我摆过地摊 然后我卖过电话 卖过防盗器 在秦皇岛还开办过家庭式公寓 对 刚开始的话 那是我姐做的一个酒店式公寓 然后我给她管理了几年 然后觉得还可以了 我做的还行 然后我就直接自己出来当干了 自己出来开公寓了 对 我自己跟朋友合伙 最终的结果是 盈利 那还不错 但是的话 最后还是失败了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因为合伙嘛 我几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没办法 最后还是 只能是低价出售了 赔钱了吗 低价出售肯定是赔钱 但是要是说不卖它的话 肯定是挣钱的 蔡淳你这个逻辑说不通啊 你这上的写不是创业失败吗 如果这个 我觉得正常人 不会把一个赚钱的生意 就还赔钱出售 这个其实如果要说 两个就是说 我们之间是兄弟的关系 首先你的钱 是你自己挣的吗 是我自己挣的 就攒了多少钱投资的 五万 一共三个人 一共十五万 那你现在管你姐姐 或管家里借 能不能把她股份买过来呢 其实我们还是 就是说我们 这很多年的兄弟在一块 不愿意把这个关系扯断 所以的话 只能是把这个工具 卖出去 如果你要说 我用钱把这个工具收过来 我再自己继续干的话 这个等于是我把我的朋友 就兄弟给卖了 你就说你盈利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个月 当时是我五月份接管 到十月份的话呢 还剩了五万块钱 总共投资十五万 还剩五万块钱 对 你就是经营了五个月 你每个月的利润 你有财务报表吗 不是 那你这不就是 你有算过你的利润吗 你这不就是经营失败了以后 又转让出去了吗 干嘛非说自己经营成功了 又转让出去了 但是要是算总账的话 把那些房子押金和房租 再加上一些我们后期的配置 一些比如床单 备照 这些东西都算在一起的话 那是没有赔钱的 我真争不过你 因为你连基本这财务 是怎么算法都不知道 我确实没学过财务这东西 就是赔钱了 对吧 对 那就赔钱了 这不完了吗 完了 谢谢 非给自己脸上贴金 不管这件事情到最后真相是什么样 在现场产生了这样的质疑的纠缠 这个面试其实都已经失败了 你说你的应聘宣言是乱世出英雄 怎解 其实我的一个 我的目标单位是贵源有机奶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 中国奶制品的市场非常的混乱 就算现在大家的那个奶 基本上也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了 但是说以前造历史 那个造成的一些原因吧 我觉得还是这个市场 还不是特别规范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在一个乱世里面 如果要说能把一个新的牌子 就是说能做好的话 我觉得 那你只是说乳业里面 那你是说出英雄是贵源有机奶 还是英雄 还是说你是个英雄来拯救的 我想去做这个英雄 但我没有说我是这个英雄 你想做英雄 看过你的这个 说了那么长时间了 我就想问一个 你到底想求什么工作 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 策划 或者是销售 策划和销售是吧 对对对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啊 都三十了 分手了 分手了 交了多少时间分手的 九年 交往九年为什么分呢 这么多年也没攒一下钱 买房子买车 也没存一下多少钱 蔡淳 讲到你人生现在快三十了 你这一生中 你认为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 最成功的事情 好像还没有 那你不羞愧吗 蔡淳 或者你现在没有 你还能觉得 我还是面带笑容的这么说 你什么感受呢 其实我觉得 我这一生里面都是负能量 因为我这从小到大 父母 离婚前得不是做大点事了 但是当年的话 对我来说打击挺大 而且的话呢 就是说 我妈不要我 我爸也不想要我 最后是我归的 我归给我爷爷了 因为我爷爷那时要我 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长村 虽然是我爸是排行最小的 家庭有可能出现很多一系列的 就是变故 这我都能理解 但你为什么能把自己总结为说 你充满了负能量 这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负能量这个东西 就是说在我心里一直是很压 这些年都一直挺压抑的 那你到了企业 假如说你去这个侯总这里 那你准备给他创造什么东西呢 这是让我们都很担心 谁也不敢雇佣你这样的员工啊 如果是你连过去三十年 没干出一件成功的事情 还不以为然的 没微笑 我没什么成功的 我全是负能量 这种自白 我们是不接受的 你妈妈来了是吗 妈妈来了 来 让妈妈 来 我们请蔡纯的妈妈 你好 大姐 主持人好 各位老总好 您儿子刚才说您不要他 您做何感受 他好多事情 我们这俩俩之间的是 有十六年没有沟通 没有见面 是我在网上前年才 前年找到他的 我想看他 我找过他 找不着 我找了 找不着 完了之后 对 他从天津走了 走到秦桧岛 我在给秦桧岛打电话 秦桧岛那边的话 整个就说你甭打了 没有意义 你再打电话 也没什么意义 那这不前后矛盾吗 他一方面 其实内心是希望你爱他的 他说妈妈不要我 但一方面 他又一直在逃 什么 我来回答一下 不了解 因为我们俩 俩沟通的很少 你就别说了吧 好的 你在这个舞台上 有哪句是真话 我都是真话 不 你说的都不是真话 也都是真话 怎么讲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 说得那么不堪呢 其实内心明明不是这样想的 就像你对妈妈的情感 你是想要她爱你的 你偏偏在逃 你明明内心没有那么不堪 非要跟所有老板说 自己负能量 有多么失败 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你明明在乎 为什么表现得好像 什么都不在乎一样呢 其实给你是减分的今天 客观一点好不好 对子 不要妄自菲薄 也不要自大自满 我们这个舞台上 有自大自满的选手 但也刻意不要 把自己说得太低 好不好 可能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讲 从小失去惯了 所以他会在 遇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先主动选择说 不争取不要 获得一个心理上的优势 来为自己未来 有可能惧怕的那个事 去做一些心理建设 也是个可怜的 蔡纯 你好 我从你简历上 唯一看出一点点的 这能量就是你在工作当中 最难忘的事情 就可能这是你在乎的 或者是你还把它当作一个 你愿意去关注的 就是顾客的点评 那我很想知道 就是这些顾客 给了你什么样的点评 让你很难忘 因为我 所有的顾客到我店里来住 基本上的话 他都是不相信我 相信都是因为 携程大力地做 每个顾客来都说 携程一打电话 推的第一家 肯定是你们店 过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一是服务 因为的话 我做的时候 我就是除了保洁以外 其他的我全都要管 顾客一个电话 我肯定是手头 不管有什么事 我都会第一时间 给顾客拿过去 然后顾客下面写的 小伙儿非常热情 而且需要什么的话 一个电话立马就到 然后呢 还就是说 小哥很帅啊 然后说长相林静杰啊 之类的 就是这些 然后呢 因为给顾客给我了肯定 所以当时有一段时间 因为携程的评分 五分是满分 携程评分要是高的话很难 当时我一度是携程第一 多少分 你说到这段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对 你分值最高的时候是四点几 四点八 四点八是吗 对 那 其实我相信听完你这一段描述 就是 大家会觉得至少它 其实有另外一面 我觉得你刚才做的那些 你很棒 就是我觉得蔡纯 你没什么负面 你是用这所谓的负面东西 来包装自己 然后保护自己 隐藏自己 以免别人对你有期望的时候 对你失望 我觉得蔡纯的晚熟 父母要负很大的责任 他从小在家庭中没有存在感 所以他才会这样的 去隐藏自己 或者保护自己 这我真不同意 我也不在乎 如果三十岁的男人还在说 我的今天的一切 是我母父母造成的 那你不是白活了吗 蔡纯霍给你一句话 蔡纯霍 来 蔡纯 蔡纯 我也 看看 看看这十二个企业 哪个企业你肯定不去的 走吧 福能集团 刘家勇 这样啊 我不管怎么样 蔡纯 其实呢 我在你身上看到很多问题 我也可能犀利地点评你 那我今天我只让 只让你去看一期节目 一个女孩叫 马玉霜 也是非你莫所路过的 她在七岁的时候 就是双亲就没有了 非常坚定 是个女孩子 非常坚定的 而且现在也入自我们 福能集团 而且是做得非常棒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可能有 辛酸的过去 但这一篇 是你无法逃避的磨难 先过去 做一个阳光的自己 每个人都有幸福的地方 也有苦水的地方 好吧 余下的十位老板 考虑一下 是否留灯 请选择 好 祝贺蔡全 还有四家企业刘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财 那个蔡全啊 其实我刘灯啊 我真的是出于一个 对30岁 快30岁一男人的同情 我们普遍都没比你大几岁 所以我其实最后想听到的是 你到底对龟有机奶做了什么准备 说说这个吧 我真的我就是 我没做太多准备 我就是想 我真的我就是想去他那个 他的行业 来北京吗 蔡全 在北京 就不管在哪儿 我都 为什么想去 为什么 你就是觉得乳制品行业有机会 乱世 我就觉得他这个行业的话 就是说 我是拿他 我是找一个 不是找一个工作 我是去找一个事业 这个事业的话 可以就像我当时做我的那个 那为什么不做准备 这么喜欢 为什么不做准备 就是他让我去机奶我也去 你是从哪儿了解到 龟原有机奶的 看我们节目 就这个节目 就这个节目 对 后来有没有在网络上 再去搜索信息 搜索了一下 那你得到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有理想的一个企业 别说这个空的 我说它的性质 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企业 你如果连百度百科都没看的话 我看了 那你说 一个什么性质企业 我忘了 反正它里面的话 就是各个认证都有 就包括哪源 哪那个源头 那个认证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它加工检验上面 认证全都有 而且的话 就包括给牛听音乐 给牛吃中药 然后让从牛身体里 出来的那些牛奶 都是非常健康的 老猴 你别怪我 说话难听 我觉得你特像一个好父亲 不不不 我跟你感觉恰恰相反 因为我觉得他内心里 很有一股子韧劲 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付书过 猴总 我觉得是这样 他需要被人认可他 他把钱拿出来给他的兄弟 他本来已经挣钱了嘛 那么他已经觉得 可以去运作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为了一个朋友的感情 你知道真实原因吗 他到现在不愿意说呀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你是个好父亲 非你莫属 既然是一个神奇的舞台 有人缺失爱 有人愿意提供爱 我觉得这就够了 其实我们再辩论下去 也没有任何一个答案 不是 恰恰 你觉得够吗 不是 因为 你知道我们传递的是什么 电视机前的观众会认为 我没有准备 只要我善良 我到这儿 我冲着一个人去 我就能找着工作 所以我恰恰 我们也不要低估 低估电视机前的人的判断力 因为我们把所有他的展现 和我们的评论都在里面 这事儿如果是偶尔一次 确实我们可以 不用低估观众的表现 可是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出现了 今天连归员有机奶 你们喝过奶没有 你们知道奶是什么感觉吗 其实奶从心理投射上来说 是一种爱的感觉 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因为 他是个好父亲 他为什么说我一定要选择这个行业 我觉得是有这种原因 各位老板 管好自己的企业 按自己的企业用人标准 在这儿坚持执行 爱留灯 并且不会前后左右矛盾 自相矛盾就可以了 别人爱怎样怎样 反正要对自己的企业负责 各位老板 请选择 好 祝贺赛权 还有两家写流灯 这样我们就直接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侯学军和尹峰说一下岗位和地点 好 老侯已经揭晓了 尹峰学好 请揭晓 我先说蔡纯 我留下来 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能力匹配咖啡机 匹配我们的企业 但是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最重要的是我支持侯总 他欣赏你 他愿意承认你并给你一个机会 何尝不可呢 好 你的岗位和地点 营运实习生 那700多万找不着工作的大学生 都赶紧去你们的企业就最好 地点在北京吗 银峰 来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侯总 岗位和地点 岗位是那个电话客服 是个客服 客服 我觉得你先从这岗位上做起 地点是在北京 是吧 在北京 对对对 给你15秒钟时间 选择归院有机奶 或者是咖啡之意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准备 说吧 归员 好 去吧 就是如果我要说 按照我之前的经历来说 因为我的城市也不算得到 而且我做 我也没有进过团队 我任何的就是团队协作的 一些方面的经验我都没有 所以的话呢 如果要让我现在去加入一个团队 我可能只能是从基层开始做 无论是哪个老板 我都愿意让他跟一个老板在一起的话 把自己的那个阅历 知识和那个工作的时代 跟老板们都学学 都学学 对他友好